上集说到那兰燕然来星云阁寻找萧炎 帮助云运成功坐上花宗宗主之位 随后在半路上被魂殿九天尊和天明宗妖花携军拦截 大战的时候太虚古龙一族来寻找萧炎 随后去古龙岛帮助紫炎炼化龙皇本元国 萧炎回到星云阁之后 要老手中拿出一个请柬 这是古族成人大典的观礼邀请函 要老决定带着萧炎去往古族 帮萧炎提亲 古族在魂族和萧族不在的这一千年里 一直都稳坐头把交椅 其他远古家族都纷纷前来祝贺 可是始族与灵族的人没有出现 令古族非常不爽 认为这两个家族不给自己面子 萧炎与耀老来到古界之后 被古界的繁华程度所震撼 光是守门的都是斗宗级别的修为 城门进进出出的至少也是斗宗级别 斗尊在主城也得步行进入 只有斗圣这种超级强者 才拥有空中行驶的权力 在这里萧炎遇到了炎族与耀族 还有雷族的青年 这些青年与萧炎年纪相仿 但是实力都在斗尊级别 并且有好几人体内都存在异活 这种场面是萧炎成长至今首次所见 古族大典就是一种考核仪式 与萧族当年考核家族成员斗志气有点类似 通过仪器测试出血脉等级 根据不同的等级 用特殊毛笔在额头上刻画出古族足纹 古族有一个青年强者排行榜 在刻下族纹之后 榜上之人会获得一次挑选对手比试的机会 排名第三的古妖对薰儿爱慕已久 但听说薰儿早就喜欢上萧炎 因此对萧炎敌意颇深 在刻下族纹之后就宣布要挑战萧炎 此时的古妖已经是八星斗尊实力 萧炎是五星斗尊 芒天池想着萧炎可能打不过古妖 就准备等会儿给古族说说 给萧炎行得方便 可是萧炎对于古妖的挑战并没有多少惧怕 古妖看着萧炎居然还赶上来 着实有点出乎她的意料 不过对于萧炎她可没有好脸色 两人嘴炮两句就站在一起 别看萧炎以前对战魂殿九天尊还能打得迎刃勇 但是对上古妖可就没有之前那般轻松了 这些古族青年都拥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掌握多种高阶斗技 古妖的速度远远超出普通八星斗尊 以萧炎的实力也只能看到一道残影 不过萧炎能在黑魔雷中逃脱 她的速度比起骨腰只强不弱 萧炎双掌猛然一握 体内斗气在此刻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 浑身骨骼都是在斗气的暴涌间 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浩瀚的斗气在天地间冰冷的温度中迅速回声 一道冷喝之声 自萧炎嘴中爆喝而出 喝声落下 萧炎右拳之上 浩瀚右拳之上 浩瀚右拳急速凝聚 对着面前的空间猛然轰了过去 右拳狠狠地轰向那片虚无空间 然而就在其即将轰重时 一只修长的手掌却是突然自虚无空间之中探出 快若闪电般地拍在萧炎右拳之上 两者向处 恐怖的进风连一顿势暴涌而出 地面上一道道裂缝在两人脚下飞速地蔓延 第一次交锋 萧炎的右拳上出现了五道抓痕 算是吃了小亏 鼓腰冷笑一声乘胜追击 抬手一个开山硬打出 手印一变又是翻海应付地印 高阶斗技信手拈来 萧炎脚底荧光一闪躲过攻击 但却有更多手印铺天盖地起来 萧炎深吸一口气发动天火三悬变 随后使出鹿和油身齿 密不透风的齿影将这些手印全部化解 萧炎快速拉开距离 齿身一扫用出燕分尸浪齿 鼓腰右臂瞬间变成悬兵之色 挥手就将火焰击溃 但却有一朵三色火帘朝着鼓腰的面门对了过来 火帘爆炸 但却没有给鼓腰造成多少伤害 他的体表出现了一层悬兵铠甲 一伙的能量根本无法靠近 一把悬兵长枪从鼓腰手中快速凝聚而出 他要动真格的了 鼓腰面色冰寒 眼中寒芒涌动 脚掌猛地移动 身形如同瞬一般出现在萧炎头顶之上 手中冰晶长枪顿时舞动而起 隐隐间 枪影之中有着无数猛兽咆哮之声 一股凌厉杀伐之意 无孔不入地对着萧炎周身要害招呼而去 这是鼓足智强斗技万兽枪法 萧炎目光威灵 体内磅礴斗气暴涌而出 手中重齿急速舞动 将绝大部分的进风硬生生地接了下来 鼓腰冷哼一声 手掌狠狠地拍打在长枪之上 随后长枪就如同陀螺一般飞速旋转起来 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枪出如龙 无穷无尽的枪影打在玄重齿上 枪尖一挑就将玄重齿给挑飞出去 随后鼓腰如猛虎扑来 无数枪影瞬间落在萧炎胸膛之上 将后者的衣服撕得粉碎 然而枪身却打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这长枪居然无法刺破萧炎的皮肤 这是紫炎送给萧炎的龙皇骨甲 可以免一八星斗遵级以下的所有攻击 趁着鼓腰愣神之际 萧炎朝着脚下狠狠一躲 一道岩浆从地底冲天而起 将鼓腰包裹 无数岩浆火柱不断飞出 把鼓腰干沉没了 短时间内无法释放斗剂 鼓腰怒了 体内含冰斗气疯狂释放 竟然凭借自身斗气将所有岩浆火柱全部冰冻 萧炎眉头一皱快速飞入空中 无穷无尽的能量从四面八方被吸纳而来 焚绝已经净化为准天阶功法 可以随时随地吸收天地能量补充斗气 鼓腰看到风头被抢 也使用准天阶功法 天空之中凝聚出无数乌云 一道道光柱从乌云中散发而出 全部灌入鼓腰体内 鼓腰身形闪动 警告萧炎年轻人不要太气声 他要使用鼓足真正的天阶斗气 萧炎闻言也不说话 手印一遍天空中出现四朵异火 一座异火法阵快速成形 这是天火尊者成名斗气 五轮离火法 鼓腰目光扫过四种异火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淡淡的差异 随即冷笑一声 双手一动 一道道残影浮现而出 而伴随着手印的结冻 甚至连天空上那缭绕的乌云 都是停止了蠕动 一股滔天的寂灭气息 缓缓地自鼓腰体内弥漫而出 鼓腰施展的是 鼓足阵足神通之一的大惊灭术 萧炎深吸一口气 用丹药凝聚出第五种火焰 这是一种由太阳之力 和大地之力凝聚而出的阳火 虽比不上一火 但也比受火强大很多 五种火焰分别凝聚为五种火焰之灵 萧炎轻喝一声 五轮离火盘 五头巨大火灵各自仰天长啸 旋即陡然间高速旋转而起 伴随着火灵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到后来 居然化为了一到两百丈庞大的五色火盘 火盘悬浮在萧炎头顶 急速旋转 发出阵阵的阴暴之声 恐怖能量顿时弥漫开来 萧炎右手高举 隔空顶着巨大的五色火盘 一声大鹤 手臂陡然一甩 那庞大无比的五色火盘 便是带起轰隆隆的惊雷之声 仿佛陨石一般 在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下 对着古妖暴射而去 在五色火盘滑阔天际而来时 古妖紧闭的眼眸也是陡然睁开 一声冷笑 缓缓地伸出一根手指 对着旭空轻轻地按了下去 大击灭止 古妖昂首立于天地间 目光冰冷地望着那滑破空间 带起阵阵因暴声暴射而来的巨大火盘 右手高举 正对着天空上的重重乌云猛然一握 一根足有百丈庞大 通体漆黑的手指 破云而出 这根漆黑的庞大手指 弥漫着极端恐怖的寂灭气息 漆黑的手指与五色火盘重重撞在一起 如同两块陨石相撞一般 整座山脉都因此颤动起来 无数大殿也因此倒塌 两种斗技的对拼 最终五轮离火盘率先出现崩溃的迹象 大忌灭止之上的光芒也暗淡了许多 芒天池看到这种情况立刻跳起深爱 准备替硝烟接下这次攻击 然而小一仙却突然发现 硝烟的斗气在急速消散 五轮离火盘终究无法抵挡大忌灭止 古妖冷笑一声操控手指朝着硝烟狠狠地点下 硝烟突然面色苍白 但是却发出爽朗的笑声 一朵巴掌大小的四色火莲 从硝烟的掌心缓缓飞出 硝烟怒喝一声 古妖 想取我的命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佛怒火莲瞬间转化为毁灭火莲 仅仅是散发而出的毁灭气息 就将大忌灭止崩溃 随后朝着古妖的嘴脸对了上去 不过就在毁灭火莲要击杀古妖的时候 一声轻叹随即响起 一位老者突兀地出现在硝烟身旁 随后将毁灭火莲一把抓住轻轻一捏 火莲便崩溃消散 这场大战 硝烟以绝对的优势获胜 古妖以为硝烟已经用了权力 她却不知硝烟连五成十力都没用处 灵魂力量和远超同阶的速度 硝烟都没有使用 大战结束之后 硝烟获得古族青年认可 与薰儿之间的事情他们不再理会 对于他们来说 此时最重要的是着手准备进入天幕的事情 天幕是远古斗地创建的一座古墓 可以让死去强者灵魂不灭 继续在天幕中生存 甚至修炼 因此天幕中有无数拥有意识的亡魂 天幕的位置处于硝界与古界的交界之处 硝玄死亡之后 硝族族人离开硝界 经过一千年的发展 古界将硝界吞并 从此以后 但是天幕并非古族私有财产 而是远古八族共同掌控 每个族群两个天幕名额 魂族与硝族不在的这一千年中 古族霸占魂族与硝族的四个名额 所以每次他们可以进入六名天交 这一次古族大典刚好迎来天幕开启 十族灵族的人没来 多出来的四个名额被古族青年顶替 魂族这一次来了两位天交 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名额 因此古族这一次拥有 古、硝、十、零四个家族的名额 一共八个 其他远古家族的青年才俊告诉硝烟 有机会一定要去天幕之中 里面拥有可以让人快速提升力量的能量金石 硝烟不知道怎么进入 他们将硝族也有两个名额的事情告诉硝烟 随后硝烟就找勋儿和古族长老 表示自己也想进天幕祭拜一下仙祖 古族长老犯难了 八个天幕名额都被古族青年顶替了 现在硝烟突然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 他很难办 长老团就因为这件事 专门开了一个例会研究对策 最终勋儿说了一句公道话 这天幕名额本来就是硝族的 以前硝族人没来 古族就一直用着 现在硝烟都来了应该还给硝烟 古族长老懒的大理勋儿 女孩子家家懂什么 硝烟的木古族都找了一千年了 马上就要找到了 硝烟进去万一把硝烟的传承拿走了怎么办 最后古猿发话了 长老团才松了口 把十族的两个天幕名额暂时分给硝烟一个 天幕之行将揭开远古时期硝族毁灭的隐秘 硝烟也将获得最后一次硝族斗地血脉 修为暴涨 关于天幕中的内容和西北大陆大战的故事 将放在下一个视频完整展现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炼 大 fear 炼